影帝古天乐 12月23日在香港西九龙某电影院 出席主演的新片《武林怪兽》首映里 问到古仔在拍摄时有没有好玩的敞口时 古仔就表示因为这次要和一只怪兽对戏 但实际上现场是没有怪兽存在的 一般都是导演刘伟强先演示一遍 而除此之外最困难的就是有跳舞的部分 好在对手郭碧婷跳舞很好 帮助很大 大家在一起训练了三天才拍摄这场戏 那这次古仔饰演一个武术高强的高手 应该没有不小心受伤了吧 其实拍力不是还好真的没有受伤 其实我是高手 但是那个高手通常我常常说作为一个武林的高手 通常都是去打人的 很少给人家去打 所以受伤的机会比较小 说到受伤 早前古仔因为拍戏搞到颈部受伤 甚至严重到要去美国动手术 话说现在好些了没呢 做完手术之后还需要真的要半年的时间吧 现在只过了一个月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拍戏 上个星期还因为拍戏的时候不小心收伤 所以要问你的医生状况怎么样 他说他警告我就是不要再做什么运动 但是我说不行运动 是拍一些动作的时分 我跟他说也没办法 我已经好好的保护自己 但是意外就是意外 有时候也不想发生 此外古仔的好友刘凯威 近日正式的宣布和杨密离婚 由于两人的离婚传闻传了好几年 所以外界并没有觉得太多的意外 不知道古仔是不是也很早之前就知情了呢 反正战略是我们要鼓励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